给你看一个有意思的玩意 要是你之前见过的话 就算我输了 美能达的间谍相机 就是一个手掌大小 轻轻松松就能隐藏 不过这个相机当时生产出来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享受摄影的乐趣的 它使用的是16毫米的胶片 就像这个一样 又是一个今天绝对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只能按快门玩一玩吧 这个是它的镜头盖 上面写着Rokery 1比2.8F等于20毫米的字样 Rokery指的就是美能达的镜头了 它的前面和后面都是可以加上各种字母的 表示各种档次不一的镜头 比如接莱卡的叫做M-Rokery 还有我个人超喜欢的 放在袖珍专业相机TCE上面的G-Rokery 这个相机的镜头焦距是20毫米 最大光圈2.8 我没有仔细算过 大概相当于35毫米相机的50标头吧 你看它设计很巧妙的一个地方在于 拉开镜头盖之后还有一层玻璃 拍人像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它了 效果会更好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它大概相当于是一个近拍的滤镜 不拍人像你直接拉走就可以了 镜头看起来也是心沾沾的 这个相机是可以自己测光的 这个窗口就是它古老的西侧光表了 它有点像是一个太阳能的电池 被光照射之后就会产生电压 然后只需要测量电压的大小 就能够判断出光线的强弱了 它会反应到这 这根红色的指针上面来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但是测光表对光线还是有所反应的 不准肯定的了 你看它的变化范围就知道它已经老化了 这个是快门转盘 同时也设定了光圈 原本如果测光表好的话 旋转转盘让这个带个缺口的灶门 最上红色的指针就能够确保曝光准确了 现在显然不能这么干了 你来听听三十分之一秒的快门声音 跟两百五十分之一秒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个进间快门 所以你应该勉强能够看到快门开合的动作 要是我用的是三十分之一秒的话 这个大拨盘是过片和上弦用的 这里还有一样巧妙的设计了 看到这条红色的色带了吗 它是进度条 你看它会显示你这一卷还剩几张能拍 打开胶卷仓盖就会自动清零 这个机械设计很赞 这边的浙光海绵已经老化了 还好我之前去日本买的海绵 还有剩的 给它换掉 取景器一人超级明亮 可惜可惜找不到胶卷来拍它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用胶卷来拍照吗 因为那独一无二数码绝对替代不了的质感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玩法 比如这样的二次曝光的照片 美不美吧 当然这些照片也超有故事 它们是如何被二次凝固的 它们背后是些什么样的人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下次再找时间专门来讲讲 你的 确 我 琳